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講說 我要盡量的補氣啊 慢慢把氣補到夠啊 那我們整理才會越來越強壯啊 不是 人的氣本來就很充足 它的問題不在 不在你要不要補多少 而是你要守多少 而要減少你的耗 減少耗氣的過程 才是一種好的過程 那所以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做法 我們都知道 我們原來的氣有 包括銀氣 胃氣 這些東西 那銀氣就是水骨精氣 銀氣就是食物 那飲食 我們要好好的吃我們的食物 慢慢的吃 慢慢的咀嚼 然後好好的享受食物的味道 你怎麼知道那個 那個食物你吃的對或不對呢 你感覺你的舌頭就知道了 當你覺得舌頭麻麻刺刺的 吃完食物之後麻麻刺刺的 然後辣辣的 你會覺得很多口味跑出來的時候 這個食物就可能對你不太適合 當你慢慢吃著身體輕鬆愉快 然後排便正常 然後身體的體力精神都很好 不會附上的時候就表示你吃的東西 對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 保持氣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暖 那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適合環境的變化 當天氣冷了我們衣服穿夠暖 當天氣熱了我們做適當的通風 這才是對的動作 不要在滿身汗的狀態下 直接吹電風扇或吹冷氣 那這樣或吃冰的東西 那你覺得很像是退熱了 可是事實上我們整體好不容易練起來的東西 就會耗散掉了 第三個在練氣功的過程裡面 或者是要讓我們的氣力更好的過程裡面 我們特別要注重我們的睡眠 就像我們講 我們最好的動作就是沾枕幾年 每天就是寧定自己的狀態 然後好好的睡好 讓我們的精神體力恢復到好的狀態 如果睡不好覺的人氣虛就出來了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好好的保養我們的身體的狀態 然後做好收斂的狀態 讓自己不會太過耗散 身體就會穩定 精神狀態就會充足